随着外送产业的兴起与成熟 人们用餐形态有更多的选择 上班族不用在午餐时段大排长龙 周末懒得出门的人可以透过网路直接下单 朋友在家聚会食物的选择也更加多元 而有些餐厅的门口不再有顾客络绎不绝的上门 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载着外送箱的机车 等待将热腾腾的食物送到顾客手中 这种景象慢慢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管理厨房和经营餐厅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 而拥有绝佳口味的厨房也不一定需要营运餐厅 机车外送完成送餐的最后一里路后 使得许多餐厅得以从传统的营业模式解放 Just Kitchen以内湖中央厨房为基地 结合中央子母厨房、虚拟餐饮品牌及外送服务 以多元的布局快速切入市场拓展据点 服务更多顾客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连结 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7月10号 由林立山所撰写并刊登在创业小剧官网的文章 Just Kitchen的创办季策略团队包括技术长 林孝成、营运长葛东尼、执行长陈兴豪、战略长刘洋 行销长邮俊文 过去在餐饮业都有丰厚的经历 曾经首过餐厅、营运金流、门市营运、行销宣传、管理等不同的业务 做实体餐饮越来越辛苦 食材、租金都越来越贵 因此很多实体餐厅希望用科技方式 比如用进销存系统来控制库存 当即采购、原料在地化等等 刘洋分享过去在实体餐饮品牌担任经理人的观察 餐饮业的供应链很重要 比如美国东岸一罢工我就没有薯条了 有些品牌只有指定特定的食材使用 我们想要克服很多传统餐饮业的限制 几位创办人在2019年 接手了一家位于内湖的中央厨房 带着深厚的产业know how 决定抛下过去开餐厅的包袱 转型经营没有实体店的云端厨房 云端厨房又称为幽灵厨房 是指没有用餐区和服务人员 仅提供食物配送服务的新型餐厅 他们在某些地点集中处理订单 再依靠外送平台 人员将食物送到顾客手中 顾客并不知道这些厨房在哪里 这种处理订单的过程 类似云端数据的概念 因此成为云端厨房 Uber Eats Food Panda在台湾这12个月 将服务使用量充起来 以前大概35%的人会使用外送服务 现在则增加到55% 刘洋表示 当消费者对于外送的认知 习惯建立起来以后 对云端厨房虚拟餐厅品牌的接受度也会更高 Just Kitchen在2019年6月成立以后 在台湾设置了第一间占地约400平的枢纽厨房 拓展10间以上临近都会区的卫星厨房 供应超过8个美食品牌的餐点 云端厨房有几种不同的营运形态 无论是共享厨房、餐厅厨房的延伸 虚拟餐饮品牌、行动餐车 都在解决传统餐饮在不同环节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 厨房设备的供给商 顾名思义就是将厨房设备提供给厨师们 除了基本的烹饪设备以外 有的营运商还会支援食材、耗材采购与清洁服务 透过大量订购也可以压低成本 让厨师们可以专注在烹饪、菜色设计、口味调整上 而营运者透过租金、服务佣金来赚取利润 你可以把这种模式想像成WeWork的厨房板 也就是厨房的共同公共空间 国外许多知名的云端厨房品牌 都是以这种商业模式为主 比如Uber创办者之一Travis Kalanick 手中持有的Cloud Kitchens 这不直接经营餐厅 而是将厨房出租给其他餐饮品牌 旅货创投青睐 两年内展店1000间的印度新创Rebel Foods 也是类似的模式获利 第二个餐厅厨房的延伸 经营一间实体餐厅的成本很高 但如果能在租金便宜的地点开一间云端厨房 不管要尝试新菜单 提供店里没有贩售的菜色 都能有更大的发挥 在一个实体餐厅局限的空间中 可能只能卖前20名的品项 因为这些菜给你带来的利润 一定要让你应付开支 即使有顾客有需要 只要不够多人要 利润太低就没有办法卖 刘扬表示 云端厨房就可以突破限制 用较低的成本服务到更多的客人 这种模式让餐厅可以快速的试验 复制与进入新市场 也是消费者餐厅外送平台三营的模式 消费者点餐选择多元 餐厅能够快速的步点 外送平台赚外送费 有些知名高单价的米其林餐厅 也选择与Just Kitchen合作 不只甩开包服务做更有充益的菜单与口味试验 也将投入更大的食物外送市场 服务到更多的客户 第三个虚拟品牌 Just Kitchen有六个自由虚拟餐饮品牌 完全没有实体店面 只在Just Kitchen的网站与美食外送平台上架 除了六个自由品牌 像TGI Fridays Dan Ryan's等 连锁餐厅也找上Just Kitchen 请他们专门负责开发外送品项 尤其连锁餐厅有大量的食谱集 但受限于店内食材存放客单价营运成本等因素无法贩售 反而可以透过云端厨房提供给客人 传统实体餐饮品牌不擅长做外送 他们可以把餐厅里没有办法卖 但可能是合作外送的品项食谱开放给Just Kitchen 由Just Kitchen的厨师来制作 第四个行动餐车厨房 云端厨房把厨房从餐厅抽离出来 过去在街边的行动餐车也是更具机制的一种厨房 如果能因应人流进驻在特定区域 搭配外送平台 就可以将服务辐射到更大的区域 Just Kitchen的卫星厨房就是类似行动餐车的概念 由较远的内壶中央厨房将部分食材料理为半成品 再送至都会区人口密集的卫星厨房 加热、烹饪、做成成品送到顾客手中 可以大幅的缩短外送所需的时间 同时兼顾食物品质 平均3-5分钟就可以出餐 20分钟内送至消费者手中 目前Just Kitchen拥有内壶、巴德、公馆、新衣店 提供外送与自取服务 大量快速出餐的SOP流程 全部都是由Just Kitchen中央厨房的厨师试验出来的 包括各种食材处理的程度 如何处理都是尝试出来的 比如牛排要在中央厨房输肥道即分熟 青菜要在央厨处理 还是卫星厨房在炒 每个品项在正式推出以前 都需要经过30-45天的开发过程 确认口味之余 还要确认放入外送盒以后的品质 才开始对消费者贩售 云南厨房不只在台湾发烧 也是近一年来全球新创圈最火热的题目 相较于一家美式餐厅 我的成本可以低至它的三分之一 可是一个卫星据点的营业额 可能可以达到它的二分之一 刘洋清楚地指出云端厨房的优势 在低成本、高弹性、服务范围广 Just Kitchen希望第二年能够拓展 第二间的枢纽厨房 15间卫星厨房 12个外送品牌 快速步点验证这个模式在台湾是否可行 餐饮业的重要特色在于非常因地质疑 不管是食材、供应商、物流 都需要很强的在地连结 所以刘洋认为一定要建立生态系 强化上下游的产业合作 对上游来说和畜牧业、鱼业、农产地合作 做好食材控管可以避免浪费 对下游的餐厅品牌来说 我们也可以当加速器 因为开始提点很贵 要是想做个品牌先来我们这边练功 再开一个虚拟品牌 好吃我们就可以考虑合作开店 Just Kitchen作为食材生产与顾客消费的中间节点 在思考如何让整个供应链管理更有效率 可以减少粮食浪费 也降低投入餐饮业的门槛 突破传统餐饮业的发展瓶颈 创造更多的机会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是不是很想尝试看看这些虚拟餐厅的餐点呢 事不宜迟就赶快拿起手机来试试看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加点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了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